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现在SAT好像不列入参考 但是当你在申请私立大学的时候 这些测验的分数还是会列入的 很多的家长现在特别关心的是 现在可能是9年级到11年级 你在学校这个拿的是网课 那么对未来一切都不太确定 那么到底如果将来要申请的UC 或者是这个私立学校的话 到底学校以后会不会将SAT列入参考呢 当然我们希望很快我们的生活就会回复正常了 那么如果说在明年的整个招生的政策 依循现在UC的标准的话 SAT如果还是不列入计算 学生会特别受到影响的就是 到底要用怎么样的依据来进入UC加大 或者是其他一流的美国好的大学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供家长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在整个UC加大里面 他非常偏重孩子将来能不能继续走研究 能不能把书读得好 整个UC加大其实是偏重于学术研究能力的 所以在学生的将来有没有潜能 有没有能力可以继续发展他的学术 对大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如果SAT不再列入参考 在学成绩就非常重要了 学校的成绩分成两种 加分之后叫做weighted GPA 不加分的话就是最高分可以拿4.0的最高分的GPA 但是很多进好大学尤其是UC Berkley UCLA洛杉矶分校的学生都知道 如果你在学校只是拿的一般科目 或者是你的AP课程拿的不够 就算你的成绩非常好 拿到4.0依然没有办法进入最好的学校 为什么呢 因为75%以上的博克莱大学跟UCLA的学生 他们加分平均GPA是过4.2的 如果您的孩子现在在10年级跟11年级里面 没有机会拿到AP或者是AP表现的不好 现在该怎么办呢 在这里ACI在11月份特别推出了三个AP科目 很不一样的是 这三堂AP科目是有认证 而且是拿到学校成绩单的三堂AP 有成绩单的AP才能够列入加州大学GPA的评分标准 加上说如果我在外面补习AP 这些AP能不能列入GPA的计算呢 答案是错的 不行的 一定要拿到一个高中认证的一个成绩单 那么大学在UC的9个分校里面 就是成绩列入计算 三堂AP课AP Calculus AB还有BC 还有另外一个针对文科跟商科的学生 很多人都要拿的APUS History 三堂AP的科目提供的就是立刻 能够让您有在GPA上面加分的效果 如果你之前拿过这些科目表现并不良好 或者是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在学期的时候 学校能够保持的很好 我们非常鼓励你在假期的时间 可以跟ACI拿这三堂科目 提供给你的成绩单 就会列入将来大学申请的计算领料准 欢迎您跟我们洽询 我们总校的电话是626-821-6525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会 谢谢您的观看